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第一次听到进入的声音 我是去考察嘛 他的声音是很抓我耳朵的 因为像我们这些写歌的做制作人的 最重视的就是你的声音有没有特色 就是你声音在万千的歌曲当中 你的声音是可以被辨识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进入吸引我的地方 它有非常可辨识的音色 所以这当然我认为 是作为一个歌手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进入的声音其实就是直观的说就是很圆润 然后理解力很强的声音 但其实我觉得花语乐团应该说这二十年来 像进入这样的声音 我觉得很多女歌手可能都想要说 像梁静如这种 乐歌好像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静如是非常很难模仿的 让你觉得你好像她唱着你的故事 又有很强烈的熟悉感 她的声音是一种天赋吧 她一直在想什么东西可以形容静如的声音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她很像那种丝绸 她的声音是有带有那种金属的感觉 可是很顺 就是她的声音会让你得到一些释放 可是不是重重的 她是轻轻的 就好像贴在你的皮肤上面的感觉 然后呢再我觉得 有的时候她像一个诗人 因为你听她在唱Cela V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我少见的华语歌曲里面 对于歌词的领悟 还有你根本不用看歌词 你就完全知道她在唱什么 我常常都会听到那个写词的人说 好喜欢你唱我的歌词喔 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好感动喔 亲耳听到他们说 我就觉得 那我就没有辜负了这个歌词 为什么呢 原来我有认真对待她 然后我也因为 由我唱歌的部分的创作 去给了她们一些感动的内容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 她很尊重 每一位作曲作词人的心血 所以她在唱演唱会的时候 我会很清楚的知道 她就回到她唱这首歌的样子 所以我的独特就是在于她真的就像 有的人是可乐有的人是水 那你没有可乐你就少一点快乐 可是你没有水 你可能就少了一个生存的元素 我觉得 技術比较像是一种生存的元素 就是我们在面对爱情或是面对生活的时候 她这种声音是可以抚慰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她就是那种所谓的本歌派 就是很难取代 那些歌词那些含义当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个声音对这些事情的理解 那我觉得靖茹的声音 它就代表一种理解 我觉得郎靖茹她对歌 还有歌曲的这种理解 你可以听得见 它不是一种只是漂亮的声音 或者一个很炫的东西 它不是铁肺啦 它也不是海豚音 可是我觉得她的 她唱歌她在情感上造成了一个 技巧很难突破 唱歌对我来讲就是 它会让我记得那个moment 你当时听的歌 你当时哼唱的旋律 以前我没有自己的歌的时候 我就用歌来记住这些细节 但是我有了自己的歌 我就更能用它来表达我的生活 好像在刻印章 我每一天我的情绪的波动 我都是用唱的来传达 所以有时候我唱歌的一句歌词 它不一定只有一个情绪 它其实是很复杂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她讲 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这个行业到底行不行 可是你千万不要白白走这条路 因为你接下来要面对的人生 是很多女生女孩子一生都不会走过的 所以当然后来也证明她 她这个一首歌一首歌 一张专辑一张专辑 建立了自己在这个行业的位置 我现在觉得靖茹是潇洒的一个人 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人母 或是到了一个人生不同的阶段 我觉得她的视野是很宽广的 不管是录音的过程或听她的歌 我的感觉她就是一个很感爱的人 就是只要她发现她喜欢的东西 她就是不顾一切 她就是去追求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强烈的 生命的一种本质 所以她去追求她更关注的是 我觉得是更多的人群 或者她身边的这些人 她就是那个点已经不是 可以focus在一两个视线上 因为她的唱也会带领你到 可能那个时期的你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歌让你想到了什么 你对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很神奇 就是她是一个 我真的觉得是经典 靖茹是一个 在话语流行歌曲里面 的女生的一个经典